所以古时候出家要考试 而不是随便就可以出家的 考试非常应可 主考官是皇上 不应可 为什么 出家人的身份是仁天司 是他的老司 所以他要考考你 你够不够资格当他的老司 不够资格不让你出家 准许你出家给你度谍 度谍就是你有资格出家的文凭 皇上法的 所以出家人在社会地位非常崇高 没有人不尊敬 人尊敬皇上 皇上的老司怎么敢不尊敬 这个动谍制度 是前卿顺治皇帝废除的 英邦大司在文朝有很多地方批评他 这桩事情做错了 他为什么要做 是因为他自己出家 谁给度谍给他 当然没有人给度给度谍给他 所以他把这个碎 所以他把这个碎 废制了 这便利他出家 在那个时候 当时还不错 往后就变质了 出家人的素质 一落千丈 为什么古时候 世世代代的高僧被处 那么清朝 康熙 永正乾隆 这一百五十年 盛世人 大前提盛世人 时时多多人 因为度谍飞出之后 都出家了 他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所以这些出家的大德 都有拯救 留下来的祝福 非常丰富 都在大厂经历 特别是 日本的万事学长 收罗最丰富 万事学长 是注节丰富 著名 学习 讲经教学 那是最好的资料 收集得非常完整 这在中国藏经比不上的 谁希望 我们要知道 生学确实是有次第 不按次第 那是特殊的天才 那不是普通人 第三副 发菩提心 这就是大臣 小臣 没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是要发 救护一切苦难众生的心 跟佛一样 身心 因果 这个因果 就是指 净土宗 净土宗的 容易修行 最难相信 深信 深信因果 就是相信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真正相信 幸运之明 往生净土 决定成就 那这经验三副 最高的指导原则